各位企业家好 图列老师好 你好 HR专家好 我叫池德忠 今年57岁 北京人 1984年本科毕业于 北京邮电学院分院 无线电技术专业 曾经在国家部委 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30余年 曾经先后参加过 武器装备研制的组织管理 军工质量的管理和审查 还有市场开发和公司管理工作 我擅长的领域是 企业的质量管理 各种策划 风险管控 以及资源整合 今天来到非你没守的舞台 寻求一份董事长助理 或总经理助理的职务 谢谢大家 刘刘老师 谢谢 57 还想干点事 对 不想退休 不想不想 2016年到2020年 三年你做了三个民企 都是副总和股东 对 是吧 对 但都没做 对 为什么 第一个平台太小 第二个三观不合 三观不合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 它是从国外弄了一套软件 弄了原代码 像汉化 就是说它那个汉化完了以后 它汉化不下去了 但是股东又着急 说赶紧要推上市场 因为我本身就是高质量的 我一直就是说 咱们社会应该要诚信 他一直说什么呀 就是那一块 在这个软件里边只沾一小部分 而且可能用不到 你要作为一款发布的产品 你要对社会负责任 首先你得该检测检测 你不能隐瞒 你不能隐瞒 说这东西还没换换完呢 说有点东西咱就往外推 不诚信 对 我说这个观点不行 他就说你这个 好 明白了 明白了 大哥 我看见您今天面试助理 对 但您这年纪 做他们的助理 他们会有心理障碍 那有啥障碍啊 我这又没架子 我这人又 不是说你没架子 而且咱们办事了嘛 不是说你架子 你老是一个大哥在身边站着 不是 那没关系 大叔 是大叔 大叔 那都做什么都没关系 我 咱们说你要是 瞅我家里 你到旁边办公室 你把事交给我爸 完了我跟你汇报 你身体好吧 没问题 我身体没问题 精力也很旺盛吧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到非你 你应该很看好这些企业才是 有有有 有一箱企业吗 有有有 哪个是一箱企业 杨石头 杨总 杨蓉 还有杨蓉 杨蓉在那 对 杨蓉个儿没那么大 还有那个李总 崔升升 还有陈步行 那您对于这些企业 就这几家你点过的企业 有研究吗 我看过他们的网站 你能帮提这一点问题吗 什么时候 这个天生我有财 我就想 没关系 您现在就说 现在就 比如说杨石头是你的一项企业 您对他的企业有什么帮助性意见吗 杨总 我先给你继个工啊 这个事儿 其实我对你 对你特别崇拜 真的是 但是呢 正好呢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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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那个里边的那几个业务广告啊 就是你们对外宣传的广告里边 我觉得呢 你原来给人写这个丰田一个广告呢 步步向前 我是丰田 这个里边我就是觉得什么 一个是用步伐 步步 用步伐来形容汽车 这个感觉有点拖荡 你一谈步呢 咱们一般想着什么 一般想着成为什么 步步自封 步里谈山 是吧 你形容人家那个车下来 感觉这个画面感好像不太好 我原来要是想呢 还套用你这格式来讲呢 叫一路向前 还是丰田 因为我是丰田 有点老王卖瓜自我自观似的 一路向前 这个画面感就感觉 前面没有东西才能一路往前走吗 有东西当然你怎么走啊 就给人画面感想 就是前面没有东西 比你那步步向前好 真不错耶 这个画面感它是 你为什么前面没东西啊 因为你领先了 你超过别人了 画面感 我一路向前 还是丰田是什么呀 还是应该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说 你看看人家 还是图里老师有风度 这是从第三方角度 不是说我 从我自己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好了 您要求薪资多少 做助理 四万五 底薪耶 对 底薪要四万五 做助理 对 再加提成 再加提成 来两位 帮帮老爷子 其实呢 我觉得 赤大哥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 来求职 这种勇气 我是点赞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绝大部分的企业家 招助理的时候 都希望招 更倾向于年轻化的 对吧 所以你要把这一方面表达出来 就是为什么 我能跟年轻人去竞争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是薪资了 说白了 一个公司用一个 相对年轻的高管 开不到那么高的工资 那我们王总 对吧 招个他的助理 一万多 昨天立浩阳 招个助理 他九千 但年要四万五 所以 这个 会有一定的问题